展示许多早期相关地级腾本以及资料 让民众可以一窥目睹到过去地级划分方式 以及记载方式 另一楼展示过去是如何测量的相关工具 土地与人的连结相当紧密 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过去土地是如何规范的 答案其实是我们国家比较珍贵的历史 地震其实我们相关的业务都跟民众的权益息息相关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一个答案展的方式 让一般民众可以了解我们地震的业务相关的特色 那我们这次展览特色是透过跨所跨越合作的方式 跟我们桃园大庙景福宫 那土地公文化馆 还有由桃园地震事务所分所成立的 卢竹八德以及归山地震事务所合作共同展出 那展出的部分呢有三大主题 包含我们的时光列车百年巡异 还有爱去桃园三大主题 来介绍我们土地行政的发展研究 除了了解过去记录方式 现在的改变也相当重要 桃园地震事务所就统计出 近几年来申报的案件数量以及交易情形 让民众在洽工同时也可以了解到现在 房地不动产的趋势 这次特别与桃园历史永久的大庙共同策划 把过去桃园的发展脉络 一起透过大型看板 让民众了解到整个桃园整体发展脉络 包含我们的景福宫 三元宫 还有寿山营 观音寺 五福宫等 还有我们土地宫的一些相关的文化 那也结合我们相关的图籍的资料共同展出 那我们透过时光列车 还有历史 壮丽事迹 来介绍我们登记布册一个发展的轨迹 从日居时期到现在的眼镜 让我们的档案更贴近民众的生活 在二楼测量课的部分 我们则介绍我们一些测量仪器的眼镜 还有我们的图籍资料的图鉴桃园 让我们民众可以了解我们一些图籍资料 发展的一些轨迹 那四楼的部分我们则跟我们的景福宫 还有工画馆做合作 那介绍我们的民间的一些信仰的特色 也守护我们民众的财产权益 那在测展的过程中 我们也特别收集了一些旧照片 还有我们相关的图籍的布测资料 还有测量仪器的部分 来跟民众做分享 那档案其实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这次为了增加我们一些展览的 教育性文化性和艺术性 那我们也特别跟社区大学的 林立琴老师师生合作 展出了一个寺庙的艺术之美 呈现我们宗教寺庙的一个建筑 从过去到现在 及未来的科技大数据统计 串联起完整的资料 要让民众仿佛穿越时空 对于自己所在的家乡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记者林热峰桃源撑不到